接下来我们讨论有关动量或者冲量 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情形 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假设有玻璃杯从空中落至地面 在固定的高度上 如果一个是落到水泥地 而另外一个是落到地毯上面 两种情况它们在空中的高度相同 因此落到地面瞬间的速度相同 所以从空中落到地面 整个落下的过程 它们动量变化是一样的 可是当玻璃杯接触到水泥地时 因为水泥地比较均硬 所以玻璃杯落至地面 玻璃杯和水泥地接触的时间会比较短 所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玻璃杯受力会比较大 所以玻璃杯从空中落至水泥地 这时候玻璃杯容易破裂 而如果玻璃杯落至地毯的话 因为地毯是属于比较柔软 所以玻璃杯落至地毯上面 玻璃杯跟地毯接触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当玻璃杯与接触面 接触的时间变长了 则这时候受力会变小了 所以玻璃杯落至地毯上面就比较不容易破裂 因此两个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在讨论力和作用的时间 等于两个之间的动量变化 从空中落至地面 从地面再到停止 它们的动量变化是一样 可是如果接触时间长 则受力会比较小 相反的如果接触时间短 则受力会比较大 因此接触时间短受力大 所以玻璃杯就容易破裂了 这是第一个情况 而第二个例子 我们常在电视上或者在一些影片上 我们看到飞机如果遭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这时候飞机的安全门打开 于是飞机就会出现 有逃生滑梯以及逃生的气垫 借着这些装置可以来协助乘客进行紧急逃生 而这时候气垫的作用主要是借着 当乘客落至气垫上时 由于气垫柔软 因此乘客跟气垫接触的时间可以增长 借着延长乘客落地与气垫接触的时间 借着时间的增加来减少产生的作用力 于是借着气垫的帮助 可以减少乘客的伤亡 这是飞机在紧急状况下逃生气垫的作用 而第三个例子是 如果在大楼发生火灾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影片里面 我们会看到消防员会在地面上铺设救生气垫 借着救生气垫可以帮助灾民 在紧急状况时可以跳楼逃生 借着救生气垫的缓冲作用 可以来减少受到的伤害 所以像旁边这个图一样 如果在大楼底下有架设逃生气垫 所以在大楼上面的灾民 可以借着在紧急状况下必须跳楼逃生 这时候可以落至气垫上面 借着气垫的作用来减缓造成的伤亡 这个是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影片上 我们常会看到有类似的情形 可是在国内的情况 因为很多火灾的发生是在巷弄里面 因此巷弄里面如果要架设逃生气垫 则可能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架设 而根据研究 逃生气垫从大楼上面跳下时 它有高度的限制 如果从太高的高度跳下来 则可能气垫无法承受 反而造成伤亡 所以一般导生气垫 它适合的高度是在六层楼以下 所以如果真正遇到有大楼起火的情况 所以我们无法限制降高楼层的灾民 禁止它跳下 所以这是可能造成的危险 同时还必须考虑 楼上的灾民如果跳下的时候 则很可能前一个灾民还没有离开时 下一个灾民它就已经落下了 这样子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所以在大楼火井上 如果使用逃生气垫 所产生的危险性可能会更大 因此在国内 一般并不鼓励采用逃生气垫 在岸出口中勇用逃生气垫 我们要在线衣下车写 出口中勇用逃生气垫